摩都 障海 房价天花板 每平方多少w 哎呦 卧四 大家好 众所周知啊 北上深这些超一线城市的房价非常高 那么到底有多高呢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被誉为摩都的上海 房价能高到什么地区 首先啊 随着6月1号上海的解封 上海的豪宅价格也迅速升温 比如传统富人区 位于陆家嘴大名鼎鼎的汤城一品 最近有一套597坪的房子 挂牌单价突破了60万每平 总价已经达到了3.58亿人民币 属实让人惊掉了下巴 那么位于黄浦区的翠湖天地小区 挂牌价也突破了上限 390坪要1.6亿 每平方单价41万 位于闽航区的古北一号小区 挂牌单价也超过了47万每平方 385个平方总价高达1.8亿 OK 听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感觉 怕大家没感觉啊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换算一下 就拿刚才那套汤城一品的豪宅举例 如果你的月薪是税后到手 1万块那么在你不吃不喝 零开销的情况下 大概需要工作将近3000年 就可以把这套豪宅纳入囊中了 OK 我相信月薪1万块 对于多数人来讲都还比较容易达成 那么我们把门槛调到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3万块 一年也就是36万 你也需要工作将近1000年才可以 那么有人说了 我是企业高管 公司老板 年薪百万 没问题 还是需要300多年 OK 如果你还没有灰心的话 我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每年可以通过买彩票 中奖500万人民币 那么你需要连续中奖72年 才能攒够这笔房款 魔都之所以被称为魔都 我觉得其中一条魔幻的因素 必然是它高高在上的房价 这也让我想到我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 有些东西你生下来有就有 生下来没有 那么这辈子可能就很难再拥有了 OK 我是华紫阳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